男智性癫痫呢 就是指的是在长期规律用药之后 那么这个患者的癫痫症状仍然没有控制住 每个月的发作次数在四次以上 严重的影响到患者的这个生活治疗 那么这部分癫痫呢 就叫男智性癫痫 就是主要采用手术治疗 那么手术治疗它分两种 一种就是之前造的切除术 另外一种呢就是脑起泊器植入术 也叫DBS 那么这个脑起泊器植入 它的几率是什么 就是正常癫痫发作的时候 因为癫痫它就是细胞的异常放电 那么异常放电的过程中 它有一个病理性的回漏 要去传导 传导 那么这个电疾的植入 就是通过一个电刺激 来阻断这个异常的病理回漏 从而阻断这个电刺发作 目前的话对男智性电刺 就是采取以上两种办法 enc nada 即昨天新 ii 应该电刺激 就这一次 另外 因为 同时